在十五碑里除了众多的印度庙之外 也藏着一所华人的庙宇 它就是三教堂 这里是一个融合了如四道三教元素的宗教圣地 建立于1916年的三教堂 藏身于熙熙攘攘的街道之中 即便经过多次也容易被忽略 当你穿过街角漫步走近 才能发现那座卜谱的双层建筑 可能比较少数机关的华人来到这一边 然后他们因为在磁场街 可能已经是地培已经很高贵了 所以你就必须要像我讲的 去到比较边陲的地方 然后你在这一边就是建你的会馆 然后设立你的这个神庙 可以更好地服务你的社群 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个三教堂 其实它是由信化人所建的这个教堂 虽然三一教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宗教 是由明朝时的哲学家林兆恩所创立 但是三教堂在十五碑已经有着超过百年的历史 作为三一教在这里的主要信仰场所 这座建筑见证了宗教信仰的传承和发展 成为了十五碑文化多元性的重要代表之一 我是第三代的在这个庙 由我的婆婆一百年前到我妈妈来拜 现在到我是第三代 其实就是我们的信化人在补田 不见补田 一百多年前他们跳洋过海过来 就是我的婆婆那时候也是坐船 过来带我妈妈抱住三岁过来 然后他们就在这里 那第三根 就唯一的就是这里建一个庙的四中信 走进三教堂的大堂 我们可以看见那里供奉着三座神像 他们分别是三一教主 观音菩萨以及卓世真人 我们师父五百年前在补田 中国福建的补田 就是我看法就由我相信 就是那时候佛教从印度传过来中国 那么中国我们的中国的历史已经三千年 对嘛 好像比如说我们的孔子三千年 那么中国历史五千年都有 那么佛教来 初初他要介绍到中国呢 也面对问题 那么我相信 我的师父就把他们配合 好像佛教 我们是道教 还有三千年就是鲁教 鲁教就是孔子 他们是讲智慧 那么佛教就是讲你们的因果 那些道教也是 所以和学起来就叫做三一教 三教堂的楼上 供奉着历史悠久的神像 他们分别是孔子 太上老君 佛祖 三一教主 以及将军 这些神像从百余年前 就陪着三教堂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扩建 那么我们已经重建过 这里大概超过一百年 那么已经重建第三次 第一次是那个一百年前 阿达屋 阿达屋小小建 我的伯伯就在里面摆了 那么第二次又重建过 最近2001年 他们又重建过新的 现在很美 除此之外 楼上也备有很多 供人暂时居住的房间 从前 信徒们会在小房间里面 闭关修行 以寻求心灵上的成长和平静 这是之前 因为以前 好像我妈妈也待了 他们有些是外地来 好像我婆婆的时候 我妈妈妈的时候 他们从湾楼下来 在这里一个礼拜 他们就吃树 我们是吃树的 这里到日子 全部是吃树 还有新画面线最重要 那么他们就 一关在里面 就念经吃树 拜神 所以我们很多房间 就是给他们来住的 然后有些房间 就是因为他们中国那种 做木耳系 中国来的 他们也要住在这里 就是这样 现在的年轻人 每个有自己的家 他们不习惯在这里 卢雅明说 三一教主林赵恩 对信徒们而言 是神 亦是老师 庙宇的建筑和雕刻 也是出自由中国 莆田总庙 所派遣的建筑师之手 那么我们一年 重要的是 当然除了 正月初一 那个是过年 今年很重要 很多人来拜神 那么我们还有就是 我们的三元节 我们有个三元 三元 就一月14到16 三天一样 就中元就是七月 那么我们就下元就是十月 十月十 也是大概14到17一样 在十九世纪末期 来自福建省莆田市的 新华人开始陆续抵达雪兰儿 他们或是孤身艺人 或是结伴而行 最初 他们主要从事苦力工作 经营脚车生意或矿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逐渐发展成为零件商 或从事电器行业的人 当谈到供奉三一教主的庙宇时 在马来西亚有许多选择 但被命名为三教堂的庙宇 只有一座 他们的有些是叫总统堂 有些是叫其他名字 不过他们拜的就是三一教主 好像福庸的我的好朋友 他是自元堂 他的庙宇是他的名称 拜的是三一教主 我们庆祝也是他的那个日子 无论你是否信仰三一教 这里都是一个值得一访的地方 百年的历史 承载着无数人的信仰和心愿 也见证了新化人 在马来西亚的奋斗和发展 即使这个城市 不断地在变化和发展 这个古老的庙宇 依旧保留着他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前线视窗采访报道